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张嘉玲张医师 大家就会问我说 那这样的话 如果我真的是心心梗塞 那我来装 现在大家耳熟能详叫装支架 那装支架 到底现在有什么进步的情况 要怎么装 那装了以后呢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在做新导管的时候 你会碰到各式各样的血管的变化 血管如果单纯就是一个动脉斑块破裂 有血栓卡在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血栓先要清除掉之后 堵住的地方用气球扩张把它撑开 如果说它不会再回缩回来 不会超过一个50%的一个再回缩的话 通常可以让它的内皮细胞自然的生长 然后让它保持里面不放支架 那也许就是一个最天然的一个愈合效果 那你说这种情况是表示说内膜没有损伤很多 那就是一个最好的情况了 这一点来讲的话 就是很多不同的医师专家 大家都会有一些争执 很多人认为是这样一定最好吗 动脉硬化里面的状况之下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去有过买过一个猪心脏的这种经验 如果你去看那个猪的心脏 它的血管上面 你会发现它旁边都是猪的油 所以有一个理论就是说 它是不单纯是从里面动脉硬化狭窄 它可能是从外面像土石流一样往内推挤 所以当这种状况一旦产生的时候 你是不是只有把内膜撑开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能需要放一个支架 但基本上现在在心肌梗塞发生之后 12个小时之内你把血管撑开 可以把它撑开完了之后就可以植入支架 防止它里面内膜不稳定的状况再回缩回来 其实它有它的好处 是因为它不容易在短时间再回缩回来之后 再造成第二次的心肌梗塞 因为我们也碰到过 就是说以往健保的那个要求是说 你撑完之后一定要有再回缩 当场再回缩的现象才可以放支架 所以有人在别的地方发生心肌梗塞 然后他们医师也是照健保的规范 把它撑完看起来非常漂亮的血管 血流也是非常的好 结果不到一个礼拜他跑去 跑到我们中部地方来游览 又发生心肌梗塞 那我们进去再看的时候 就发现他原来心肌梗塞的那个位置 又在堵起来了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你刚刚讲外面的油 油可能是往内推 或者是它根本里面还没来得及长好 它就整个又再崩落下来了 我里面挖了个山洞 山洞我还没有把它 我没有东西把它支撑好 但是因为我的不用的不是快干水泥 那个一般的水泥 还要有一点时间让它长好 内皮细胞还没长好 结果它又再缩回来 后面我们就是帮它把它撑开完了之后 那我们跟他的家属解释 因为这是已经一周之内第二次 这等于是在 有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 对啊 就只好把它支架撑起来把它撑住 那五年之后 我们有再回去追踪它的那个状态 那用的是一个涂药的支架 所以五年之后 我们再回来追踪的时候 还可以维持得很好 当然这当中还包括了 它必须要定时的服药 回诊最终 那这样做起来就 直接放支架不就更好 只是说健保 不几乎就是 所以讲到这个支架 我记得是 1999年开始有一个第一代的支架 那再来就是到2012年 我们就涂药的支架跟第二代的支架 那现在好像有一种最新的叫做 生物可分解性支架 这个其实你的观念觉得 如果你的病人是这种情况的话 你会建议他是用传统的涂药支架 比如说第二代 那个材质改善了 然后涂一些那个生物字迹的支架 还是你会建议他 那干脆用生物可分解性支架 你觉得你的经验里面 这两种好坏到底区别在哪里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有一位 有一位那个很成功的人士 在台湾发生了心肌梗塞 然后他植入了可吸收的支架 三个月之后呢 他在大陆 又发生了同样的位置的心肌梗塞 才上个月 然后他的那个地方 原来可吸收的是吸收掉了 但是涂湿流没有办法挡住 他就原来狭窄的地方 又在狭窄的很严重 所以说有的时候 你要多久再让他能够完整吸收 理论上是应该要让他的内皮细胞 完全长好 可是这个时候会有增值的就是 当外面是有一堆东西往内推起 我们讲的比较现实一点 当我们的血管狭窄的时候 这个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我把它撑开 里面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外面的血管是变成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有弹性的 外膜是很有弹性的 它会往内推 当我这里面有个东西把它撑住的话 它里面就 外面就维持这样子 里面可以维持这样子 可是相对的 我里面是让它自然的愈合的话 它有可能 因为外面的力量比较大 再推回来 就更狭窄 它就有可能再推回来 也许到它原来的位置 会少一点 但是也有可能就是 整个就在读起来 所以还没有长好 你再吸收掉 就等于白饭了 也就是说你的吸收的 就是你自己内皮细胞的 生长的时间 是不是能够超过它吸收的时间 或者是短于它吸收的时间 这是一个考量很重要的地方 那好像根据统计上 这个生物可吸收性的支架 发生血栓的机会也比较高 所以其实 现在一般还是比较建议 涂钥支架为主流 对大概目前 经济能力比较OK的人 大概都会考虑就是说 我是不是可以少做心导管 而不要用一般裸露的一个金属支架 因为在很多的那个病理上面 生理病理的探讨上面 他们的切片 发现到它可能 或者是用血管内的 超音波来看 它都没有办法愈合得很好 也就是说 当你的裸露的不锈钢的支架 在血管跟我们 根本不可能长得那么一致 你所谓裸露就是 就是一般的 没有涂钥的支架 所以现在 薛苗医师 你还是建议涂钥的第二代的 比较是 你用的比较顺手 而且你会比较建议客人做的 一个选择就对了 应该讲说是 血管的位置 血管的位置 假如这血管的位置是在进侧端 或在血管的开口的位置的话 我们的建议就是 你用涂钥的支架 比较好一点 对 因为在统计学上面来讲 全世界统计 当你的 狭窄的位置是在中段以后的 你不管用涂钥的 或者是一般的支架 效果差不多 效果差不多 所以尽端会比较希望 谨慎一点 用比较好一点的东西 来做一个支架 对 所以今天我们讲了很多 有关于 冠状动脉 比较新的 跟我们薛苗医师 多年 好几十年的经验 其实我觉得 今天受益非常的多 那万一你真的 遇到了心肌梗塞这种情况的话 其实你也是要找一个 经验丰富的医生来 帮你做一个非常好的评估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呢 大家能够重视预防医学 不要在发生事情以后 再来后悔 悔不当初 所以很多的生活习惯 刚刚包括我们刚讲的抽烟 那是不是运动 是不是过胖 是你的抽血 党固醇是不是太高 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太高 这些东西跟你的饮食习惯 跟昨天我们在前几集有讲的 就是你运动 是不是要保持一个高密度 间歇性的运动 跟中密度持续性的运动 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我觉得呢 我们很荣幸 请到中部地区 心脏科的权威大师 来分析了这么多重要的 有关心脏冠状动脉的知识 我们希望各位观众 你能够从年轻 就好好的保护你的心脏 主要还是由你自己做起 你多爱你自己的心脏多一点 心脏就会爱你多一点 其实今天我们受益非常多 节目结束之前呢 我们要再请徐米耀医师 跟观众有什么 丁宁跟你他建议 可以跟观众稍微做个分析 姐姐我想最重要的 还是你要怎么吃东西 少油少盐少糖健康的饮食 适度的运动 不用太过于勉强 持续的适度的运动 再加上你的心情一定要好 保持心情开朗 不要熬夜快乐的活 慢慢的活 也许你就可以活得很老很老 对所以我想大家多多学学 徐米耀医师讲话的这个速度 你看他讲话速度就是非常沉稳 我讲话速度比较快 所以沉稳当中你会放松心情 让自己能够有 比较愉快的生活步调 因为我们时候在 当实习的时候 或住院医师的时候 到心脏科 许多的主治医师 他在茶房的时候 他都不坐电梯 他都是爬楼梯 所以我现在 在其他一些同学啊 每个礼拜天的早上啊 都相约去爬山 所以爬山啊 这个运动我想 各位要把它摆在心里 它是一个对心脏功能 你强化的功能 非常有帮助的运动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 假日希望你每个礼拜 能够有一个到郊外游山玩水 能够有个爬山的这个四号养成 我想对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今天的节目都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你按下右下角的订阅 在我们的底下留言 我们会请我们的专业医疗团队 在适时回答你的问题 今天的节目都到这里 谢谢各位观赏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及早认识预防医学 早日做好养生保健 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所有重要的日常健康生活保健尝试哦